國隊的部分也派上的6名投手上場 車輪戰 1號3位的情況下球速隊拿著有力 這一棒打擊出去在中間方向 出去了 3分蛋 10局的下敗 上凌晨是今天的第一次安打 就是一棒紅了 到現在來講真的是太激進性了 從右外野方向的3分 選擂打 讓日本50隊再度把戰局給翻平了 不可思議啊這一棒 在相約來講的話就是我們上半是不斷提到的 日本隊那時候守備長 名字上能守1分是1分 尋童列教練 眼看第9局 第10局 好像都有機會要把勝利給收起來了 但是難靠日本隊打成的狙擊 在比賽後半段 日本的韌性真的是很好 這下子今天不只守備表現好而已 尚凌晨之 關鍵的一擊 讓日本隊 重新回到比賽 再次的利於不敗之地 打出去感覺上就滿有氣勢的 最後形成了一支追平的三分炮 其實比賽到現在雖然時間比較長 但確實真的是高潮低級 非常具細心話 7比7的平手喔 尚凌晨之雖然是今天日本隊中心放肢 比較玩有貢獻的一位喔 但是這一棒 太重要了 所以留到最後觀賞比賽的日本球迷來看的話 收穫確實滿大的 買這張門票真的有價值啊 哇 尚凌晨之的三分打點絕打 讓球隊的部分啊 也派上了六名投手上場 車輪戰 一號三位的情況下 球速隊拿著有力 這一棒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 出去了 三分蛋 十局的下敗 尚凌晨之是今天的第一次安打 就是一棒紅了 尚凌晨之一 到現在來講真的是太群激性了喔 從右外野方向的三分 全力打 讓日本五師隊 再度把戰局給翻平了 不可思議啊 尚凌晨之一棒 在相對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上半天不斷提到的 日本隊那時候手背來講 名字上能手一分是一分啊 尚凌晨教練 哇 眼看第九局 第十局 好像都有機會 要把勝利給收起來了 但是難靠日本隊打成的狙擊喔 在比賽後半段 日本隊的韌性真的是很好 這下子今天不只手背表現好而已 尚凌晨之 關鍵的一擊喔 讓日本隊 重新回到比賽 再次的利於不敗之地 打出去感覺上就滿有氣勢的 最後形成了一支追平的三分炮 其實比賽到現在雖然時間比較長 但確實真的是高潮低級 非常具細菌 7比7的平手喔 哇 尚凌晨之雖然是今天日本隊中心放置 比較玩有貢獻的一位喔 哇 但是這一放太重要了 所以留到最後觀賞比賽的日本球迷來看的話 收穫確實滿大的 買這檔門票真的有價值啊 哇 讓林晨晨之的三分打點決打 讓...